欢迎欢迎收看6月29号的台视 晚间新闻 我是乌凯文 国内今天新增了54例本土确诊个案 死亡个案增加了8例 再创三级警戒以来 单日确诊数最低的一天 不过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Delta变种病毒 屏东方辽果农证实 也感染了Delta变异株 他的妻子也确诊 现在屏东群聚案增加到了14例 感染Delta病毒的累计有9例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果农夫妻看起来是同一个变异株 但是关联性还没有找到 根据疫调果农夫妻6度前往方辽医院 其中在6月14号 跟秘鲁板台的祖孙同在医院 厕所或是药局可能是感染区域 而6月16号则是和秘鲁阿嬷的邻居 也同在方辽医院 两人虽然看的是不同科 但可能使用到了同一个后诊间 目前果农夫妻相关接触者 已经匡列了399人 14734也确定是我们的Delta病毒株 屏东日前确诊果农基因定序出炉 确定感染Delta变异株 而他的妻子也在29日确诊染疫 14734 14816 现在还没有归在 虽然它看起来是同一个变异株 可是这关联性还没找到 虽然还没有找到关联感染源 但极有可能来自医院接触传染 因为果农夫妻6度前往放疗医院就诊 其中有两天和感染Delta变异株的秘鲁返台祖孙 祖孙邻居以及邻居家人 时间足迹重叠 根据疫调显示 秘鲁返台祖孙是在14日上午10点46分到晚上8点26分 待在急诊10小时 果农夫妻则是上午10点25分到11点06分在门诊 怀疑的感染区域是厕所或药局 至于秘鲁阿嬷的邻居 是在16日上午8点35分到11点07分待在急诊 夫妻俩则是上午10点57分门诊就医 两人虽然不同诊间 但怀疑待在相同后诊区 里面的共同检点厕所 包括药局都有领药 而且在时间点很清楚 西看时间轴其实白牌车司机韩太太也曾到过芳疗医院 截至目前为止 屏东9名感染Delta变异株的确诊者 就有6名足迹涉及芳疗医院 公布确诊者的足迹的相关人员 可能还会加匡列将近百人 果农夫妻确诊目前已经匡列399人 县夫表示29日将会在匡列百人以上进行裁检 究竟果农感染源是来自秘鲁返台祖孙 还是祖孙邻居 或是有其他感染源都必须进一步调查 至于妻子是否也是Delta变异株感染者 恐怕得等基因定序才能揭晓答案 记者苏世伟 屏东采访报道